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医师 继续来为大家读超级绩效2的重点整理心得分享 导论学习冠军思维的第一步 诚挚推荐购买此书收藏反复阅读 你是否适合并且发自内心的来相信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交易者的决心 就是说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呢 我们都是一个交易者 我们的最重要的动作呢 是去学习正确的行为知识 也就是知道应该做什么 而不应该做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会成功 是因为我们决定要成功 我们有这个信念跟信心去选择成功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成为交易冠军的潜力 而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拥有这样的知识 以及成为交易高手的一个欲望 并且对自己许下这样的承诺 然后拼死拼活的 要把它达成 一定要相信 胜利是一种选择 作者在这一章节里面 讲了两次 胜利是一种选择 那当然事情永远不会永远都是那么的顺利 你势必呢会遇到你的挫折跟困难 然后这是你要去调整自己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你一定可以胜利 而且你要选择成为胜利者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其实作者在这个章节里面 跟大家讲的就是 你必须寻找一个成功的典范 寻找成功的典范呢 是什么意思呢 并不是叫你去看直播啦 不是看一堆人的直播 然后听别人的看法 说真的我觉得最近 其实说真的我看了蛮多人的直播 有很多别人的看法 那当然你看多了以后 也许有些人你会找到你适合的那一块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 你一定要反求诸己 你一定要让自己成为那个 自己做主的人 而不是想要听名牌跟单的人 如果你只是想要成为一个 听名牌跟单的人 人家下车的时候 你还在车上呢 对不对 OK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去判断 有自己有判断的能力 自己做决定的能力 那什么叫成功的典范呢 包括了是哪些东西呢 价值投资 像存股足 还有短线的人 以及做波段的投资者 其实每一种投资方式都可以 而你要看你适合哪一种 像我的工作很忙 其实我就完全不适合短线 坦白说我是真的不适合短线 存股也许是一个好的方式 或者是做一个长波段 那我觉得都是适合我的方式 那价值投资 我之所以觉得困难 是在于我对价值的 股票价值的判断 我有我的瓶颈 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学过财务 学过会计 所以我没办法去判断 这家公司的什么营收啦 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些资讯 我没办法判断 所以对我而言就不适合 好 那我们继续读哈 我们要寻找的是成功的典范 不管你选择哪一个派别 你就是要找出那个派别 最有比如说巴菲特价值投资 你就是好好学习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论 然后就好好的实践价值投资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 然后努力的去操作 而不要去看别人 哦当冲赚好快哦 一天就10% 然后就背离了自己的信念 好 那你找到了成功的典范之后呢 阅读了他这些人的 这些典范作者 这些典范伟人的这些成功的案例之后呢 你要去学习 是找到一个正确的操作方式 也就是设计一个成功的蓝图 你找到一个正确的操作方式之后呢 那就是努力的去练习 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遇到挫折 也就是说啊 怎么会失败了呢 那价值投资会不会你判断错误了呢 存股 那你存股完的时候 你还在看价差 那你就是一种 你就会改变了你自己的心意啦 对不对 那你一旦买进卖出之后呢 不管怎么样 如果遇到了赔钱 那你就是把这个挫折呢 视为一种磨练 这个停损的过程啊 你要做一个检讨的动作 这样才能够慢慢的从停损 慢慢越停损越少 变成慢慢开始检讨停力了 那你然后呢 经过这样的过程之后呢 发展出你的行动计划 就是实际的去操作 并且从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去 他的结果来学习 也就是说你这次进场买了 然后什么时候你要出场你卖了 这时候你要事后去做一个检讨 为什么你那时候要买 而为什么时候那时候你卖了 那像有一阵子我就常常发现 我的买点抓得不错 但是呢 我都太快停损 卖得太早 就后面的一大段没有赚到 然后你就要去事后去检讨 为什么 那如何改善 校正 校准我的一些 比如说我的出场的位置 进场的位置 不断的去调整 修正我自己的行为 然后呢 做出这样的各种各必要的调整之后 也就是校准跟修正行为之后 慢慢的你就会达到一个 每次你都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进场点 跟一个好的一个出场点 那最后你就会得到一个成功的果实 顺胜利的果实 也就是终于你会建立属于自己的交易准则 那校准内在裸盘呢 就是说这一点我觉得也非常非常重要 一开始我并不太了解这句话 也就是说你的能力 还有你的信念系统之间必须统合一致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只是举例了 假设我的能力 我是希望我能够做波段 那我必须坚定的相信我做波段一定要成功 而且我的操作的纪律就建立在波段的一个基础上 那我一旦确定了 那我就必须要让它两者合而为一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因为你也知道波段的过程当中 股票也是会有上上下下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把持不住 哇一下子就停损掉了 结果本来你应该抱的大波段 结果你在第一个小波段 你就被被人家洗出场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的信念一定要配合上你的 你的能力一定要配合上你的信念 你的信念要够坚定 那你的能力跟得上 这两者同时统合一致的时候 你才是那个真正能够抱到大波段的人 你才是会赚到最多的那个人 那行为跟信念之间一定要保持一致 那举例来说 短线交易者 你该停损却不停损 结果呢 你都没有停损 算了啦 改为存骨好了 这就是你的行为跟信念 是没有一致的 那我们成功的模式呢 作者说了 成功的模式 其实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学习像他一样思考 但是他并不鼓励你完全复制某人的方法 当然早期 在学习的初期 你是可以完全复制他的方法 但是终究 你要去融会贯通 并且清出于懒 那其实 大家都知道 有认真读书的人 其实我还没有认真读啦 就是说有认真读书的人 都知道伟大的交易者 那个李多佛 李多佛李摩 我连他名字都背不好 就是他就是非常伟大的交易者 那你要能够融会贯通他的一种投资理念 然后呢 就是我刚讲的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去读读他的传记 学习像他一样的思考 如果是你是他 他是怎么想的 你就跟着他这样子想 然后呢 慢慢的 在去在股票市场里面 去实践 然后慢慢抓到自己的弱点 那在确实掌握某种概念之前 你就是必须具备相关的知识 而这就是我常说的 大多数的散户啊 其实都没有认真的读书啦 我身边周遭的散户 我所知道的都没有自己念书 都在听别人报名牌 难怪散户终究是散户 然后叫他停损 他也不肯停损 大概就是这样 没有人啊 一开始就是顶尖的高手 一定要付出 努力的付出学习跟练习 一定要学习就是读书 看一些对你有帮助 交易有帮助的一些知识性的视频 付钱去学习 然后呢自己去操作去练习 这样子不断不断的练习的过程 才能够培养出高明的交易技巧 而且你也必须不断的去检视 自己的投资成果 自己投资下去之后的结果 然后呢不断的做提升 也就是刚刚讲的 不断的校准 不断的自我检讨 最后呢你会达到一个 最适合你的交易策略 调整你所用采用的方法 想办法让自己进步啦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无条件的坚持下去 当然你还是要有钱 有钱才有办法这样子不断的烧啦 严守你的纪律 那这边作者就提示啊 一个医生的养成也不是一开始就变成一个医生的 他也是经过了七年 然后这样子长时间的这样子的训练 那训练完七年只是大学毕业 然后呢 之后还要进入住院医师的阶段 然后还有总医师的阶段 最后成为一个年轻的组织医师 到一个中生代的组织医师 他才算是有所成为 一个有所成啊 就是说通常一个中生代的组织医师 就是经验阅历还有技巧通通都完备 这个过程啊 是非常的长 大概就是15年了啦 一晃眼就是15年到20年了 那所以你开始学习投资 作者他也说啦 他前六年前七年是没有任何的 也是在练习 到第七年之后 他才开始知道如何赚钱 所以不要怕 但是也不要不开始 那还有那个什么 李多佛 李多佛他就讲过 没有破产过两次的人 他是学不会的 但是我们就是努力不要破产 那你不要努力不要破产 就是读他的书啊 你就可以减少破产的机会了 界定自己 就是所谓的见自己 然后见天地 界定自己就是 不管啦 有各式各样的交易方法 好的策略就是属于 适合 就是适用于自己的策略 就像我们刚刚讲过的 什么价值型投资啦 成长型投资 波段交易 还是当中交易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 适合 适性的一种交易方法 你适合 或者说 这个阶段也许 比较适合的是 短期交易 那有一个阶段 可能是适合一个 波段长期交易 那有的时候呢 是适合价值型投资 有的时候是适合成长型投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作者是认为 你也不需要 作者啦 这是作者认为 他建议你就把它当成是一种婚姻关系 你要忠诚于你所选择的那种交易方式 好的交易策略 是属于你自己的 独有的 然后并且呢 他建议你避免风格遗传 也就是说 刚刚讲的 你不要你本来是要做当充交易的 做一做变成 啊 好了 那就改成春骨好了 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你永远学不会 没办法成为那一个领域的 顶尖的专家 你就是要 一定要想办法 在这样的一个交易策略里面 找到最好的方法 好 最后呢 就是追求第三阶段的知识 知识呢 存 知识存在三种基本层次 第一层就是 哎 像今天呢 我介绍这本 超级绩效这本书 那这是一种新的 对你而言也许是一个新的概念 你可以选择认同或不认同 你就是去学习 你开始知道了 跟着我一起读了这本书 然后再来第二层呢 就是经过你的验证 你发现 哎 这概念是真的哦 而且你慢慢愿意相信 成为你的信念 你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累积你的经验之后 你发现 哎 好像是真的 OK我也慢慢愿意相信了 第三这个层次呢 是 你已经完全的知道 而且它已经成为你自身行为的一部分 自身的 就所谓的知行合一了 也就是说 你已经经过你的个人的操作经验 发现 这是真的 而且你是不断的验证 验证之后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 该出手就出手 该停损就停损 这就是最高的层次 作者勉励大家 要达到第三种层次 那我同学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一开始呢 我们都是用金钱 在换经验 然后之后呢 再用经验 再用经验换回你的金钱 那聪明的人 是读书 就可以吸收到别人的经验 然后直接用经验来换钱 那大概是这样子 那愿善良纪律 智慧与你我同在 来吧 感谢观看